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仁清茶教授的李慧文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茶是白茶 是壽味白毛丹 這個茶大家在茶樓裡經常喝到 我覺得如果我去茶樓 除了喝玻璃茶就喝這個 當然茶來時的玻璃茶 變質的機會都相當高 如果它不變質 但是壽味的情況 不知為何是永遠最好 而且價錢壽味是比較便宜 所以可能在茶樓裡保存得最好 我現在看到 為何它叫白茶呢 因為茶裡有很多白的絨毛 所以就叫白茶 這個茶的特色在哪裏呢 因為它發酵度比較高 所以它應該喝到 是比較果香的味道 濃郁的 平時可能沒有 我去茶樓沒有喝到果香的味道 這是可能與沖泡的溫度有關 我建議一個方法 如果在茶樓裡泡茶 是用兩個壺 一個是滾水 一個是吉壺 你想放茶下去 用那個滾水沖 因為茶需要比較低的溫度來沖 才能夠喝到果香的味道 我仍然是用池 池氣來沖泡 它是比較果香的 它這個就不需要加太多 大概加少許茶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油膩度比較鬆 但是它又不需要加太多 溫度大概是用85度到95度的水溫 來沖泡 一樣 我們是沖 反而這個茶如果喝不到果香的原因 就應該是和溫度過高 或者浸泡過高有關 而且我通常要用兩個壺來沖 因為在茶樓裡 通常長期在浸泡 那個香氣和濃度都會變 所以我建議就是用兩個 我們沖泡之後 這樣就可以慢慢 通常它的香氣是果香的 為什麼要果香呢 因為茶裡面有不同的香味 或者那六大茶裡面有綠青黃白紅黑 通常發酵度越低 就比較清香型 顏色淡一點 後發酵最強的就是補充深紅色 所以由綠色到這邊 而這個壽味茶裡面 或者叫白毛丹 它是屬於發酵度是90% 又味道到紅茶 紅茶就是100%的發酵 所以它一定有果香的味道 而這種茶的特色就是 它又有很鮮綠的感覺 也很能夠體現到那種香氣 它又好像如果你想想 它有近乎紅茶 又是味道紅茶的感覺 但濃郁的果香是相當大的 我們沖泡了 記得用不濃得好 用瓷器 如果你在茶樓裡面 用兩個吉糊 泡到適合濃度 一定要將茶湯和茶渣分開 因為為甚麼 就算其他茶也一樣 就算你寶梨茶也一樣 你去到茶壺的話 你長期浸泡 始終越變越深色 這個就是不好的 其實茶裡面 如果長期浸泡太久的話 它會釋放一些對身體 不太好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喝茶一定要健康 因為茶本身是健康的 茶裡面有很多維他命C B、E和二茶素 按基酸都能夠體現健康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喝茶要得健康 最重要記得 要將茶湯和茶渣分開 不要長期浸泡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 你要學會掌握溫度 第三 你要學會怎樣用氣餅 氣餅不同的質地會有不同的效果 譬如現在這個茶要清香 要用瓷器 好 今天我們講的是壽味茶 大家在茶樓面上喝的 好 喝茶喝茶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另一個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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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